美国大选倒数八天 川普在乔治亚州造势 继续骂贺锦丽 而选情告急的贺锦丽全力呼唤 选民归队 贺锦丽到蓝墙三州的密西根催票 跟川普一样都是倒数时刻固守摇摆州 不过川普前一天在纽约造势的时候 有助奖者乱放炮烧到川普 摇摆州 冰州可是有五十万波多里个人 是嫌票太多吗 川普阵营赶紧切割猪队友 说来宾发言不代表本人立场 让嫌给贺锦丽的拜登总统 则是在家乡德拉瓦州 提前投票给贺锦丽 不忘道酸马斯克的会选争议 超过四千两百万美国人 跟拜登一样已经提前投票 零星状况也不少 厄勒冈州的邮寄选票 投递箱居然发炉烧了起来 经查原来是有人蓄意纵火 还有选民抱怨田纳西州的投票机 触控荧幕跟选票设计不良 打勾勾的小框框也太小了吧 很容易就点到隔壁的候选人 不过选务人员说 点候选人的名字就可以了啦 不用硬点小框框 是选民自己误会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